酒驾所衍生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台北市政府目前研议要和法务部合作 将在台北监狱针对酒驾入肩服刑的受刑人 强制他们接受酒饮戒断的治疗 预计在一个月内上路 喝酒开车不仅会被罚款 还会以刑罚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未来还可能被强制要求戒酒饮 台北市政府正研议和法务部合作 针对台北监狱酒驾入肩服刑的受刑人 试办酒精戒断治疗 希望能减少酒驾再犯率 酒驾入肩的再犯率是很高的 大概有六成 监索新入肩的关于酒驾入肩的也有三成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大医师曾育慈 前年就是遭酒驾者撞死 而且酒饮是身体过度依赖酒精 一旦停止喝酒就会产生焦虑失眠等现象 因此出狱后酒驾再犯率高达六成 另外也将严拟修改地方自治条例 对酒驾同车者处以罚还 共同负起防止酒驾责任 我们刑法第89条里面已经有相关戒除酒饮的规定 那是法官的权责 酒驾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 那如何从执法上根本的从严执法才是一个比较目前可以执行的方式 台北市府表示酒精戒断治疗对象是否以台北市民为主 或是所有台北监狱酒驾受刑人 以及酒驾同车者罚还等相关细节正在研议中 预计一个月内就会上路失败 记者来说明讲龙翔台北报道 没有不错 韩光